记者林一璋、丁伟杰嘉义报道,为让孕妇及育有儿童的家长能更方便停车,交通部订定孕妇及育有6岁以下儿童者停车位设置管理办法,嘉义县,市政府于8月起开始发放停车位识别证,嘉义县民请到各乡镇市卫生所领取,嘉义市民到东西区公所及卫生所领取。 孕妇及育有6岁以下儿童者停车位设置管理办法已于6月29日发布,民众可携带孕妇或儿童健康手册前往各乡镇市卫生所领取停车位识别证。 8月起新发的孕妇手册或儿童手册则随策发放,即使未领取识别证,也可放置孕妇手册,儿童健康手册等在挡风玻璃明显处来停车。 嘉义县富有专用停车格将设置于设有25格停车位以上的政府机构及公营事业、车站、观光园区及医院等停车场,靠近电梯、人行出入口或管理室等处,预计10月底完成200格。 嘉义县富有专用路边停车位、市府交通处规划在大型医院周边或人潮多的商圈等热点为优先设置地点。 44格路边专用停车格预定12月16日前完成,8月1日起持孕妇或儿童健康手册向东、西区公所或类生所领取。 今年8月1日至年底出生的新生儿或孕妇随手册嘉赋、嘉市委外经营的公有路外停车场有西市场、民族国小、垂阳国小、中央广场等时处已设置20个富有专用停车位,在富有专用路边停车格尚未完成化设前公富有专用。